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悉尼已经进入了11月 是兰花营的季节 整个城市都开满了蓝紫色的花 遍地的花瓣 非常的漂亮 那么今天就画一张兰花营的水彩 打完底稿以后呢 我们先给天空上色 你可以用喷壶微微的湿润画质 上色的时候呢 注意留出一些空隙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画蓝色花瓣的地方 不用等到蓝天完全干透 那么现在上一些紫色的花瓣 同时呢可以和刚才的蓝色呢 有一些融合 一开始的花瓣呢 不用画得太深 湿润一些 主要的是注意你的布局 然后依次慢慢的加深 让深的颜色和淡的颜色呢 能够融合 那在追加紫色的时候呢 你可以轻微的有一些调整 加一些蓝色啊 或者是玫瑰红去丰富它的细节 注意下笔的轻重啊 也要随机一些 有时候可以画的面积大一些啊 有的时候可以轻轻的点几下 那这样可以有一些层次感 背后的树木 我们可以开始画的偏黄一些啊 就是在你的绿色中 可以调一些土黄色在里边 也是一样的逐次的加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慢慢添加蓝颜色 草地上呢 你可以拍打一些小的画点 让它的层次也可以更加丰富和随机一些 那我们开始逐步加深这个绿化的颜色 加深的时候呢 注意树木的边缘 边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叶子啊 细节啊 尽量画的细致一些 那让这个树的形状可以更加丰满和立体 画影子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笔封的运用 有的时候可以细致一些 有的时候可以压的深一些 影子呢 主要还是偏冷色调一些 这样呢 可以和上方受光的这些绿化呢 有一个冷暖上的对比 画面上方的蓝紫色的花瓣 开始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按照次序给树上色 先从向阳面开始 可以上一层比较淡的褐色 然后再慢慢追加深的颜色 这里要注意兰花银的特征 它的树枝本身是比较弯曲的 比较琐碎的 千万不要画得太过于直了 这里给树上第三层的颜色 一层比一层的要深一些 覆盖上去 这样可以有更加多的细节 最后呢 再根据画面 做一些细小的调节 基本上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